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季 其實一直在跟我們強調就是 最後兩場球賽就享受比賽啦 然後放開來打啦 對因為我們一直堅信 最後小巨蛋畢竟是他們 一整年努力的過程 對那他們把這個 努力的訓練的過程 然後一個開發結果的 等於是一個成果展 然後展現給大家來看 那我覺得不要有任何大的壓力啦 畢竟 他們已經創下屬於他們的紀錄 連續四年 達到四強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進到四強 大家都是贏家 那就是去享受比賽 享受3月16、17號 這個派對 高中生涯來到最後兩場球賽 然後其實 因為都進到四強我覺得 四次球隊都不太容易吧 就像傑哥講的 把這兩場球 就當做可能 16、17號的派對 去享受比賽 然後去玩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讓人來看我們 支持我們的人 難過的離開 就是第一場對上東泰嘛 雖然說在八強我們 贏了他們 可是我覺得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做很多修正 然後他們其實 真的是一支實力很堅強的球隊 然後我覺得 先專注在我們自己的訓練吧 然後把我們 教練給的指示 能夠執行好 然後 犯錯率能夠降低 我相信 第一場應該 比較有機會拿下勝利 其實自己 從八強打完 我自己檢視自己 我自己前面打得太自私吧 這幾個禮拜教練團 一直告訴我說 要打簡單一點 就簡單的意思就是 讓這個球 能讓大家一起流動起來 不要只是唯一個人 甚至是 只有我想要做 一些很困難的 很複雜的動作 那就是 能送的先送 能傳的先傳 有困難就投 然後有吸引防守就分球 這樣打簡單一點 大家才會打得更 更輕鬆更簡單 很簡單 很進行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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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來 我覺得韓德森他是一個很優秀的選手 那其實要單靠水柚君也好 或是其他人也好 其實單綁的話 其實真的都比較辛苦一點啦 那必要透過更多的協防 來限制韓德森在裡面的破壞力 那我覺得我們就持續把這些事情做好啦 因為畢竟 其實說真的 動態有很多的外圍的火力啦 那我覺得那些都是要必須要注意的方向 最後一年的小巨蛋嘛 然後很亢奮吧 然後畢竟也是這三年 的最後一次在HBL也好 或者是最後一年在高中階段的小巨蛋 那也第一次挑戰三連吧 那很緊張又很亢奮 所以期待趕快到來啦 那現在的調整狀況我覺得還可以啦 有很多細節可以再做得更好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細節已經有比之前好一點了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吸收 然後持續進步 然後還有兩個禮拜可以做調整 然後把自己的信心 然後把自己的穩定度 然後氣氛 讓大家做得更好 然後才有機會拿下冠軍 我覺得投籃 在小巨蛋投籃一定有空間感的問題 那不論是誰都一樣 那既然在同一個場館 那我就覺得大家 平常心 然後還有我覺得要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就一定會進球 走走走走 因為我覺得場下場上都有聲音 就整個氣氛才會好 打比較才會順 所以我覺得帶動他們出聲 然後會讓整個氣勢更強這樣 壓力其實蠻大的 因為前兩次我都沒有打很多 這次我打先發 所以 所以 我算應該還是 怎麼講 還是心生吧 所以 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後幫助球隊這樣 就是還是要用我的身體 然後去 讓他不要那麼好接球 然後強板的時候可能 就 都不要搶配掉這樣 我覺得就是用平常心 然後做我們之前 會做的事情吧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然後把教練交代的事情都做好就好 我覺得從板凳出發 就可以看得到更多場上的事情 就我上市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場上 缺什麼我就上去做什麼 這就是教練把我擺在替補 然後可以讓我上去幫忙的地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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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